欢迎收看TVBS国际plus娱乐大小事 我是佳琪 又到了一个礼拜来帮你更新最新最HARD的娱乐消息了 那当然这礼拜不只有5 还有我们的郁文 大家好 我是郁文 哇 郁文这个礼拜我们终于终于没有大S了 对 但是还是有很多就是蛮劲爆的消息 哇 我觉得这个消息可能比很多人觉得比大S更加劲爆 相信说怎么会这样呢 这一队不是好好的吗 真的是不敢置信 哇 这炫亚呢不是上个月才跟她男朋友来台表演吗 怎么一下子哇 两个人宣布分手了 这个消息真的是昨天应该算是最震撼的一个消息了 因为炫亚其实跟她男朋友已经交往长达7年 就是已经是成为未婚夫的这个身份了 但是昨天呢她竟然无预警的在IG宣布说7年前断了 然后在文案的部分就说到说两个人就是分手了 那她决定以后要继续当一个好朋友跟好同事 那因为她也谢谢粉丝总是给她就是加油打气 还有应该是说谢谢就是男友给她加油打气 让她就是漂亮又有自信 我们都知道其实炫亚一直都是一个小野马著称 可是呢当时有一个歌叫troublemaker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当时一出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哇炫亚不一样 那后来她也爱得高调在这个娱乐圈谁敢这样子 而且还受到大众的欢迎 对啊因为通常偶像谈恋爱的话 其实粉丝会有一点反弹 想说哇我女生怎么可以跟其他人在一起呢 但是这一对是让人家看了赏心悦目 所以分手的时候就是让大家就是有点没有办法介受 昨天粉丝就在下面就是留言说不相信爱情了 我看了也好难过 因为真的是他们两个的就是互动会让就是大家觉得其实还蛮舒服 然后非常的甜蜜 重点是台湾的粉丝可能更加心酸 因为他们上个月才来到台湾开场 到底怎么回事呢 那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闻报导吧 站在舞台上仅靠彼此还大方当众亲吻 和尚中不时眼神交流散发满满粉红泡泡 炫亚10月8号带着未婚辅导参加太空港音乐祭 订婚后首度合体献给台湾 但才过两个月两人感情神变 po出黑背景贴文写上三行白字 海星炫亚30号传在IG宣布 自己和未婚夫葬已经分手了 为了两人会以好朋友跟同事相处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疼爱 结束长跑七年的恋情 贴文一处引发热议 不少粉丝直呼超错愕 炫亚和道在台北演出 看不出感情出现异状 即使两人情断 IG上还存在和彼此的甜蜜合照 而过往两人爱的超高调 同游日本首牵手大方放闪 这是炫亚2018年合同经纪公司的DOWN 爆出姐弟恋 两人被以信赖 已经无法恢复的名义开除 之后一起再加入赛的经纪公司 今年二月炫亚还po出求婚戒指 大一DOWN的求婚 没想到最后却以分手收场 让人难以相信 评论新闻 洛川璋 启云 台北报导 很多人看着都觉得好难过 不过他们说其实就算分手了 之前《综艺节目》就有问过 他们也不会来删除 他们两个的恋爱期间的照片 我觉得还蛮大方的 蛮大方的 不过刚才难过之后 我们还开点开心的好了 我们把镜头转回到台湾 那么KID呢 他最近又升格当爸爸了 那么他的老婆的大肚照也出来了 这个东区梅啊 哇 他们两个进展好像有点快 我今天看报导发现 原来他们的小朋友是 人工受孕而来的 对 因为当时KID宣布 他的老婆怀孕之后 其实是没有特别来讲述说 是透过怎么样的过程 但是呢 因为他们两个最近 一起接受访问的时候 是有说到 夫妻在婚前的时候 有做那个 现在不是大家都会 可能婚前先做健康检查的时候 发现老婆其实是有 巧克力囊种的问题 所以呢 他们有一个先见之明 就决定要先动软 因为就是 如果以后要怀孕的话 就是 会比较 对 以备不时之需 那最后结婚之后呢 也就是马上做了 试管婴儿的疗程 哇 他进度也是很快耶 对啊 虽然我觉得整个过程都是非常顺利 那明年两人就要迎接第一个爱得结晶的诞生 恭喜KID耶 真的 这个大家也很喜欢 如果讲到KID大家都会想说 哇 他不是一个小名耶 大家都会觉得说他是不是很不震惊 但是其实他的老婆有讲到 他们在私下聚会的时候 他其实就像一个大器人家一样 嗯 就没有像外界想像说 他是不是私底下也是疯疯癫癫癫的 所以其实相对来讲也蛮稳重 而且也想的比较远 应该是说 KID他以前会有那种消 就是那个比较 就是疯狂一点的形象 是跟他以前初到早期的 就是大家对他的印象啦 Circus 对 就是一直在做一些很疯癫的事情 但是有了年纪之后 再加上经历了很多段感情 他有想要听到有了年纪 就是那个句话吗 就虽然没有啊 有年纪 所以男生有历练是一件好事啊 哦 对 然后当然就是会有成长 对 不过讲到Circus 你还记得吗 当时哦 在Circus很红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一堆团体都出来 是的 就有一个团体就叫K1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当然记得 这个讲的是不是透透年纪 嗯 那我应该要说我不记得 是不是 我好像是听我妈妈讲的 哈哈哈 你妈妈 你妈妈很follow 床编故事 对 那么呢 就是这个Gino呢 最近也转战这个 小萤幕嘛 他去演电视剧 对 不过之前他不是闹了一些纠纷吗 对 从这个民事跳到三立之后 好像有得罪这个前东家 对 不过现在到了新东家 怎么马上就被刺死 这好 这件事情其实还蛮奇妙的 因为Gino这几年在八点档的表现非常的火药 蛮亮眼的 对 所以当时他从民事跳槽到三立的时候才会就是有一点点算是争议 因为就是可能没有交代很清楚 而且他们又是竞争关系 对啊对啊 因为八点档其实都很竞争的 所以当时呢就是引发了一些争议 那没有想到他在这个三立的八点档里面就是饰演一个很就是特别的角色 就是三太子的鸡身嘛 对就是很就是还蛮有挑战性的角色 没有想到他昨天竟然就在脸书PO了一张照 就是他倒在地上 然后大家都想说 蛤 领变当了吗 才刚加入就领变当了吗 不可能 对 然后他的文案是写说歪腰自在 拜拜了自在是他在里面的剧名 然后还就是附注说比我想的快 感觉是有点留伏笔 那当然就是很多剧名在下面都想说 蛤 不是吧 在他就是在里面的角色都还没有就是交代清楚 他怎么信好吧 他在里面信 不是姓方 不是好自在 不是方自在 就是在里面都还没有交代清楚 而且哎 他们背了这么多骂名 结果来演戚戚就走了不合理吧 等一下我觉得这个剧情一定是走向 这个自在就会遇到他另外一个什么双胞胎弟弟 好自在吗 好自在之类的 或者是雷 没有啦就是反正他的鸾身胸弟 或是以别的面貌出现 没有企业家 他就可以有一个新的角色发展 你觉得会不会是这样啊 哎呀我跟大家说八点档的剧情真的就是 爱怎么写都可以怎么写 所以大家也不用这么着急 我相信之后应该是会有反转剧情的出现 不过讲到这个乡土剧大家一定都认识他 因为一定有看过他 演过好多 包括世间情 包括你所看过的这些乡土剧 他就叫做潘亦安 那么潘亦安呢出道已经16年了 在各种大大小小的这种乡土剧都有现身客串 但是他现在好像出现了一些身体的状况了 大家会觉得对这件事情这么惊讶是因为这个潘亦安呢 上个月才跟他的老婆就是网红 Vivian呢迎接了二宝的诞生 但是没有想到却传出他好像住院就是动刀了 然后大家就很关心说啊潘亦安她身体出了什么状况这样子 因为过去很多拍那种乡土剧的一个长时间打戏 身体都会出一些状况 他们其实都有影集 因为就是都没有时间休息 然后可能三餐 也没吃好饭 对也没有正常 那他的老婆其实就在IG有证实说就是老公刚开完到一切顺利 那麻醉还在恢复中一些些关心 那事后呢他老婆又跟媒体证实是潘亦安其实是肠胃方面就是做动刀 对所以应该是没有就是大家想象中的这么严重 只是有点小问题去处理这样子 那也祝福他能够早日康复 不过大家都在追剧的同时呢 其实大家也很喜欢看实境节目 有人说上头去看一看之后一定要看一下这个实境节目 哇我们的营业中游回来了 超级期待 而且这一回还有姐姐 我真是吓起鸡皮疙瘩 这个卡斯也太惊人了吧 对集合了之前的一夜中之外还找来很多坚强阵容有谁呢 哇除了我们的姐姐谢金燕领先主演担任艺术总监之外呢 还有我们好久不见的后住姐谢依林 哇 以及这个偶像局的男神修杰凯 还有王子 对 修圣毅还有当然还有我们的杨明威学长咯 所以等于是杨明威来带头去酒水这一个调酒师嘛对不对 对 那么这一次的阵容这么坚强 那么里面大家一定很期待啊 助理群还有谁 听说有很多女神级的 我觉得这个助理群完全就是当成那个主演也是完全OK的 哇还有原子少年 对所以原子少年上次有提到嘛 这个蔡震许孟伟还有罗逸杰之外 还有我们的国民女神琳莎 琳莎也来了 对 真的是那个画面整个就是很扬眼 加上在这个机智校园生活非常活耀的这个黄伯峰跟钟月轩 以及佩涵 所以哇这个阵容一字排开不得了了 这必看啊 这个光是他们的火花会变成怎么样 大家都很好奇 他们只要出现在那个镜头前应该是不用做什么事情都OK 这光是看颜值就赢了 对 而且他们这一季第二季不是像第一季一样是开车 他们是要开一个新沙龙 沙龙 沙龙其实很有挑战 因为我觉得做食物其实一般人可能比较容易上手 但是你要动剪刀 这个真的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事情 还要剪头发 对啊 所以修杰凯就是有被问到说 那你敢帮你老婆假静雯剪头发吗 我觉得如果是老婆我一定是先不要 对啊 我想说怎么会问这题 他说我假静雯就是真的先不要 是不是 那到底影片就还有哪些看点呢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闻报道吧 就抱着来交朋友的心情 把自己这一辈子在演艺圈 太夸张了 对啊 用一辈子 你差不多接到伟宗哥的邀约 是一口就答应吗 还是有在思考 伟宗哥开口呢 我当然绝对会答应 但是还是会想一下 这个实境节目很可怕耶 尤其是你知道 伟宗这十几二十岁女生 光不好看都很可怕 不怕我们 不在你们全世界全域都 到最后那个 不漂亮我都叫她把它剪掉 别想播 我录完影之后 我就去姐姐是听人 这个有播播看事 要不然就打马赛克 那各位当初知道 我跟姐姐合作 使劲 心情如何 興奋到爆炸 瘋狂开始 Dancing Pop 真的吗 知道我要烟 興奋到不行 不过興奋没有别的信用词吗 惊喜 惊喜 傻肉吗 特别想邀起来 想替他改造一下 应该说跟谁不好 就邀他来吧 我们在演艺圈 没有什么车 大家都是好朋友 你比较多啦 我们都没有 所以我们 废了很多部门 就酒水部 然后媒体部 然后还有很多小鲜肉 可以让他们欣赏 还有最美丽的解决赛 你们要对自己有信心 有 你对我们有信心吗 目前说实在还没有 姐姐会出动就知道了 绝对是专业 不能这一项做不好就做别项 像我们会 姐姐其实很严厉的 是 更感受得到 是 如果你们这一个部分 分数拿不高 我可能会叫你们 赶快 换部门 追寻你的 职业令一村 后来做到少林寺剪头发 适合剃光头 女儿完全不给我碰她头发 我说爸爸有学 目前还不相信 我等节目播出 他们就知道 还好没有相信你 你有没有感觉 这么急过 然后他拒绝你吗 我不敢 对 他还是有其他工作在 那不能开玩笑的 他平常会玩她头发 玩她头发 哪一种玩 对啦 脖子头发 脖子头发 脖子 脖子 怎么一下子变成这样的 感觉憋很久 很久很久 每天跟小朋友讲 好想开黄枪喔 好想开黄枪喔 哈哈哈哈 所以你家里面有一直开大招黄枪吗 没有啦 没有啦 就是有稍微动手 所以有去练一些手当过的 有 有 那个什么穴道什么 刚刚姐姐还在撤台跟我说 是不是都记不起来 你去再看再练一次 不然我不要让你上喔 姐姐会不会觉得 艺女很难碰 会不会觉得她最难戴 她不会啊 她应该最好使唤 除了话多没有缺点了 对她现在因为付出给予表现 所以大概两三秒她就想插画了 哈哈哈哈 而且我们这几个其实算画都不算太多 嗯 伤我 伤我 没有啦 重点要加钱吗 我给她弄的欸 对吧 对吧 刚刚被焦哥说的那个造型很像 不是太普通了 对 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这样代表任何场合都可以出席 不会 我觉得她这样撑挺好的啊 各个场合都适合 你先去参加葬礼啊 哈哈哈哈 很方便 私宜吧 葬礼的私宜 大逼 知识过大风大浪的人 什么事情我都应该可以handle 这个那个就是 何世佬 何世佬的表情 看情况看情况 事事难预料 光看这个我都觉得姐姐比我想象中好笑很多 我以为她是那种很冷很冷的人 因为就是女生的形象太深知人心了 她原来自己真的这么好笑喔 超级期待她在节目里面的表现 不要忘了她爸爸是诸葛亮 对不对她一定有这个综艺基因在里面 她有搞笑的那个细胞 我记得以前我阿嬷有跟我讲过 真的是我阿嬷 我真的发现我阿嬷 因为阿嬷很喜欢看诸葛亮节 以前大家都很喜欢好 好像有在上到爸爸节目 所以她们都会一搭一唱 以前不是什么龙胸虎弟吗 那她们就是诸事妇女 我就是 真的我阿嬷 从小我在训练 不是要把阿嬷拖出来 真的是阿嬷 阿嬷认证 对阿嬷认证 对阿嬷认证 不过现在国内了之后呢 我们要带您看一下国外喔 最近呢 其实哇 这个消息大家也很震惊 就是这个我们的雷神 消息很多人都是她的粉丝 那我自己本身也觉得 哇雷神真的是长得很帅 又爱家形象好 不过最近她决定呢 要把时间留给她的老婆跟小孩了 发现什么事了 这就是呢 因为其实雷神 她最近拍摄了一个 纪录片的过程中 发现自己的DNA里面 有一个就是 就是基因呢 是会让她就是 得这个阿兹海默症的风险 就是高出很多 那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情呢 其实让她去省思说 就是她是不是应该要在 演艺事业上做一点修行 然后把时间 可能回归家庭陪伴 就是老婆跟小孩 她之前拍戏都 世界这样到处飞 还有复仇者联盟啊 雷神索尔自己的这个系列 那么现在还有其他 系的邀约嘛 不过你刚才一讲雷神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刚刚 从国内的娱乐新闻 讲回来 我还以为她讲李静蕾呢 那个雷神也是去年的12月 这个开锤的 你有记得吗 对 那么现在这个雷神呢 她的垂直呢 能不能继续再拿 我想她自己也会做一些评估吗 因为她自己 其实你知道吗 雷神索尔之前 原本这个导演是锁定她弟弟 对 对 对 这样才想到哥哥一叙 哇不得了 嗯 我觉得很多事情可能 都是积润的问题啦 对啊 但是影迷可能也会 有点担心 也会期待说她 赶快再回归大萤幕 没有错 但是她现在呢 想要先把时间留给她的老婆跟小孩 对 因为呢 这样子的基因呢 可能会在海马回跟海马 他们的那个旁回的血脑胀壁造成异漏 对 如果未来罹患这样子的症呢 可能会增加比一般人多八到十倍 其实是蛮多的 所以呢 几率其实是蛮高的 嗯 所以她觉得现在应该先让自己休息一下 身体也调整好 我们都知道她有健身的好习惯嘛 对啊 那么除了这样的话 健康的饮食跟睡眠 嗯 还有休息 所以才能避免这种症早上 这样 我可以讲一句很老派的话 就是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 没有 没有错 自己讲出来都尴尬欸 就是这个牙嘛 是这样的吧 没有啦 可能就我爸爸 哦 好 谢谢爸爸哦 对 不过我们讲到了这个阿兹海默症 我们还是得帮观众朋友稍微就是科普一下 其实你知道吗 在这个美国阿兹海默症的人 其实真的是蛮多的 嗯 那么呢 其中他们的照护人员就有一千一百万人这么多 对 哇 几乎是台湾人口的一半去当这个照护人员 那么近伴阿兹海默症或失智症的照护人员 他们其实都相对来讲比较辛苦 因为第一个 他们需要提供较长时间的照护 因为阿兹海默症你会慢慢的忘记很多事 对 那病患的寿命大概四到八年 最长的也有到二十年 嗯 那么这些病患发病之后也会影响到就业啊 因为 迟到走退 没有办法正常的来工作 很多东西他没有办法控制 包括他的情绪 包括他们的生理 嗯 那么照顾失忆者呢 要求当然比较高了 对啊 因为他已经记不得之前的东西 甚至有人发现 哇他吃过东西之后 他忘记他有吃 所以他一直在吃东西 那么这可能也会造成他身体的负担 对 除了这部分其实还有情绪的问题 也是很需要做照顾的 然后再来就是这些照顾者的任务 其实比一般的照顾者还要更繁重 因为就是会比一般的照顾时间多了27个小时 那有77%的失智长者需要协助洗澡穿衣 就等于说他是连一般的 全方位的照顾 对 基本的生活可能都没有办法自己来就是做到 不过游文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吗 诶跟一般的照顾员比起来阿兹海默症的这个照顾员 相对来讲压力程度好像也高兴很多 对啊 我们看这个数据就是可以很明显的知道 这个阿兹海默的照顾员呢 他压力指数其实是有到59% 那不是阿兹海默的照顾员 其实只有41 就是差了有大概18%左右 那影响健康呢 因为长时间要照顾这些患者 我自己也会有压力 对 耗心耗费心力跟体力 那其实阿兹海默症的照顾员呢 有35%的会影响健康 那一般的呢只有19%而已 但是观众朋友你也不用紧张 其实呢这个阿兹海默症 其实也是透过饮食来逐渐来避免的 像是美国研究他们就发现了 他说呢你如果是用地中海的饮食的话 你可以有效的防止失智症 跟吸引血管的疾病找上门 像是怎么样呢 其实在美国超过600万人 已经罹患了阿兹海默症 但是到2050年的时候 他们算一算可能就1300万人 这算下来有点像是台湾一半的人 全部就可能有多阿兹海默症这么多 对 所以营养师就说了 如果你是以植物为根基的地中海饮食 这样地中海饮食都可能用一点橄榄油啦 比较健康用烤的取代用这个油煎 那么再搭配一些健康的油 可以抗发炎减缓衰老认知能力的下降 那么地中海的饮食计划呢 其实他们也有找这个西班牙裔跟拉丁 这两个族群他们的基因里面 只会容易得这样的症状 因为这个地中海饮食 就是针对这个阿兹海默症 是真的有显著的效果 因为他就是有说到这个18.8% 有严格遵循这个地中海饮食的人呢 真的就是有降低这个失智的风险 有一个很明显的数据 所以呢 这个其实除了饮食之外 当然适当的运动也很重要 说到要动哦 大家还记得吗 以前不是很流行一个洗手舞吗 这个洗手舞的始祖呢 回来了 而且又来到台湾了 参加Super Junior 上个周末真的是被Super Junior给洗版了 Alf你们过得好吗 真的太想他们了 虽然上个礼拜有选举 但是我觉得这小巨蛋的热度不输 这个选举搞不好还比选举更热 我们这个老少年当然是不会输这些政治人物 哦 我跟你讲 他们真的只要一站开 soul story一出来 对 大家就陷入了一个回忆山啊 对啊 而且不会觉得好像过了这么多年 再加上他们的体力还有魅力 以及对就是粉丝整个的就是贴心程度 就是完全就是不减 颜值吃了防腐劲 是呀 然后就让粉丝觉得非常的感动 我们不多说 赶快等一会收巨蛋的这些画面 一开唱台下粉丝热情的为偶像们尖叫呐喊 这场面相当热闹 韩流帝王Super Junior 睽違三年再度来台举办巡回演唱会 发明欧巴体力颜值的魅力都维持在惊人水平 丝毫没受年纪影响 三场演唱会常常秒杀 总票房估计有一亿五百万元台币 台湾工作人员加起来破百人 一连演唱几首歌后走到两旁的延伸舞台 跟粉丝近距离互动 后半场更是演唱大家最二手能详的歌 一连三天涌入三万人次 重现十三年前的经典 银鹤甚至在现场大喊老婆 再度让现场粉丝嗨翻 不得了就刚刚一波我们整个棚内炸裂 大家都陷入了一股回忆山 赶快再来 赶快来 他们现在是全球巡回对不对 对啊 大家一定很期待 他们上次有给承诺说会有安口场 真的是赶快来 尽情期待但是手术要快要抢要快 下一次我们会再错过了 真的 不过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追到加拿大 如果去过加拿大可能就会遇到他 你说三哥吗 对我们的那个港星苗乔尾 哇他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 类似像半退休的状态了 那么大家都说好久不见了 那么他之前去探望这个儿女中 他儿女住在加拿大嘛 那么就有点在当地 已经开始在享受一些半退休的生活了 对 结果有网友就募集到他跟这个 知名的隐形夏宇也出现在这边 那个网友就是我那张合照 就是两个网友以及这个苗乔尾 还有夏宇同框呢 真的是太幸运了 就是捕获两个野生的大排港星这样子 然后呢 其实呢76岁的夏宇呢 他在照片中虽然就是头发已经白了 但是其实他的状态是非常好 那他近年其实也是比较少拍戏 或者是就是公开露面 主要就是到处旅游啊 然后也会分享就是他就是生活的一些经历 哦所以他们其实现在还是过的就是蛮自在的生活 对 不过讲到港星哦大家一定都会想到这个人哦 这个人可以说是 算是港星的长青树吗 这个古天乐 真的是长青树耶 什么都有他很多电影到现在都还有他的 对 一部分耶 主要是 我这一次就是你知道每天就是写很多艺人的新闻 有时候你会忘记这个艺人他到底几岁了你知道吗 你知道古天乐已经几岁了吗 加琪 四十几吧 他已经52岁 年过半百了 但是 他长这样 对 对那我们古天乐就是男神呢 近期就是因为自己就是 呃指导了那个明日战绩的电影 所以再度就是掀起外界的讨论 而且他做了很多善事 他在拍电影之余还投诉了很多的公益事业 帮助很多的小朋友 对 不过这一会他接受我们的TVBS专访 到底讲了哪些东西呢 一起来看看我们的专访报导吧 拍客观片得到其他人其他人的认同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脸上露出一抹微笑 古天乐花了将近八年时间筹备生涯第一部科幻大片 明日战绩 实现新洲梦想 又获得伦敦电影节的亚洲影坛杰出成就奖 古天乐岳阳接受TVBS专访分享拍摄心情 这是做监制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是 因为从剧本开始要做准备嘛 就筹备嘛 然后还有资金方面呢 面对挑战越挫越有 古天乐耗资4.51港元 将近18一新台币打造 片中担任战队指挥官拯救人类生命 穿着厚重战甲 身似钢铁人与机器人搏斗 古天乐透露已经在准备明日战绩前传动画 后续还会推科幻片天梯 持续挑战不同类型的科幻电影 你在演艺圈就是被誉为说是产量高的演员 想问你说为什么会一直想要坚持拍下去 我的生活就是在家在公司在拍摄的心强 对我来说我不可以让自己停下来 我比较喜欢工作 被誉为是电影界的劳魔古天乐 今年就推出六部电影 疫情爆发前2019年中 就有十一部电影上映 热爱工作的他也不光动力秘诀 不要睡觉不要去公司 对 压力大一点就可以了 变到我这样子 古天乐透露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退休 每一年都会设立新目标 比前一年更突破 比较新闻章齐文章齐云 台北报道 诶可是讲到古天乐 我就会想到以前他们那个同期的那些港星 是的 尤其是我们今天到里面包括什么 语文乐啦 陈冠希 当然还有张博之 现在这些人还蛮活跃继续在演艺圈 所以那个年代的人其实蛮厉害 大概2000年初起的时候 他们都是你所谓的那个长情书 我没有讲 是他讲的人 刚刚你们说古天乐是长情书 是他 是他 不过讲到张博之他的小儿子呢 诶 大家还记得吗 大家不是那时候出生就一直讨论说 到底爸爸是谁 但是到现在都还没有被证实 但是他的小儿子 现在已经庆生四岁的生日了 是啊 而且男婴还现身了 超可爱的耶 超级可爱的 就是张博之其实对他的小儿子呢 是蛮保护的 就是没有公开的来露脸 但是呢 来庆祝四岁的生日也是大费周章的 你知道扮了一个主题趴这样子 你听到妈妈是张博之啊 是啊 然后虽然脸遮住了 但是有声音的露出 哦 然后呢就被发现 这个小儿子呢 跟两个哥哥一样都说的一口流利的英文 再加上乃英实在是太可爱了 但是大家还是对于这个 Mercas的生父呢 非常的好奇 到底是什么呀 对啊 但我觉得也不是重点啦 我觉得张博之也是很厉害 一个人带着三个小孩 而且还带得很好耶 对啊 为目则抢楼 就连谢霆萌都说孩子的妈妈 他真的很感谢 两个人就算离婚了也没有交恶 最见得呢 其实张博之对于小朋友 他有自己的依靠 对 我觉得很多艺人其实对 尤其是他们又是明星 对 所以对第二代的隐私 还有各方面都是会更加的保护 嗯 不过讲到了这个新二代 我们不得不讲讲 还有一个人呢 就是我们的小美哥 哎呀 郭富选 爱不完的小美哥啊 那么他最近带着他的老婆方圆 跟两个女儿 哇 他现在是游女万世族 如果说女儿是上辈子的情人的话 那小美哥可能上辈子蛮多情人 对 现在已经有两个了这样子 对 那么他们就出去吃饭 结果被民众偷拍 而且这样粉丝可能看到他们太兴奋 就说要合照 但是你也知道啊 这个天王 他对隐私是非常的保护的 他就说真的不要这样 对 结果没想到 哇 这个网友 我游小当生气 直接的生气还po说 我觉得郭富选也没有那么高嘛 真的是这样子 因为郭富选他平时的作风 也是对粉丝蛮亲民的 但是当天的状况呢 不只有他的老婆 两个女儿 还有他们就是老婆娘家的人 所以不是都是公众人物 他就会希望对方不要来做拍摄的动作 那没有想到这个民众就是真的是 真的是游小当生气 然后文案就写说看到本人好失望 好矮超矮的那种 真的是有带怒气在写 可是这个民众 这个民众有说方圆很瘦 本人很娇小 生了两个小孩 还可以维持这个苗条身材很不容易 所以就是方圆没有挡 对 是傅城来挡 所以傅城就只好被骂了 所以网友但是有帮这个产城来讲话 对啊 要是我也是会生气的 他就说你要尊重别人 等于说尊重自己 那你偷拍了你还要攻击人家 你就不怕人家郭富城会来告你吗 哇 所以如果粉丝遇到自己心意的偶像 一定要克制一下对不对 不然就是先询问咯 哇 今天的娱乐大小事 我们整理了很多国内外的新闻 还有一些健康小知识给你知道 不知道你最喜欢哪一趴呢 可以欢迎留言来告诉我们 现在脑中都是sorry sorry的那个音乐 哇 你最喜欢Super Junior的男首歌 ELF也可以留言来告诉我们 今天的娱乐大小事 我们就先到这边 下周我们的邓一雷更新最新最好的娱乐消息 拜拜 拜拜